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周到 可以把杨绵绵电话给我吗 喂 你好 外卖 我没有点什么外卖 我钱包丢了 马上在哪儿给呢 您不是138开头尾号3860吗 打错了 我电话是134开头尾号3860 那您电话是134开头尾号3860是吧 那可能系统拍错了 那实在不好意思 打扰你我了 我没工夫跟你说 我怎么会把电话拿进来 我自己会把它拿到这个地方 我看我是一个地方 我都没有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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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等我抓小偷了 这不知道什么东西不当道 你怎么不说是你撞了我 碰此属敲诈勒索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正案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 盗窃诈骗 哄抢抢 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害公司财务的 除五日以上十以下拘留 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你说这张小偷怎么回事 这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快让开 这就是你要抓的那个小偷了 还给我 还给我 你怎么能确定 这个就是小偷 见过的人就不会忘记 再说了 他身上为了那么难为了 干吗 警察询问犯人 很怕警察 谁怕了 那为什么不报警啊 关你什么事 你要是再拦着我 我就认定你们是一伙的了 我可以报你 真的 走 他身上有这个腌的味道 那他身上还有别的味道吗 他身上还有 汗臭味 还有一股辛辣的味道 辛辣吗 嗯 跟我来 我们去哪儿啊 我看了你刚刚的话 这个人大半天在街上闲逛 穿着拖鞋 应该没有正当的工作 你说他偷钱 再加上你刚刚说的 身有很大的气味 应该也没有洗过澡 这个人目前应该是居无定所 你看什么呢 你是在帮我抓贼 总该告诉我在干吗吧 这个人目前居无定所 他应该是在网吧过的 网吧 这条街上只有一家网吧 我这就啥个学 现在是饭点 你怎么不早说啊 是你不经过大脑思考就行 那现在怎么办 你查川菜馆做什么 他抽的烟是胶子 胶子是四川的品牌 还有你说他身上有腥腊味 所以我推断 他应该很喜欢吃家香菜 川菜馆 这附近一共四个川菜馆 门牌号分别是二零三二七四二三 五号二六六 离这最近的 一家三十米 一家一百零一米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先不管这个 肯定是三十米这家 这家最近 而且最便宜 不 是远的那家 可是那家有高档很多啊 他不是都无业游民了吗 那应该是最便宜的呀 但是他花的是你的钱 所以他要吃得好一点 在这儿等我 在这儿等我 有钱吃饭 没有钱洗澡吗 身份上处事一下 卧室警察 大家往后靠一下啊 没有什么好看的往后靠一下 你还好吧 你别介意啊 毕竟刚刚那么小的空间里 全是牛油锅底的味道 还有香菜芹菜 折耳根的味道混在一起 这些混合起来对我来说就是生花武器 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你只待了一会儿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彼此彼此嘛 你也有两把刷子 真帮我抓着贼 先生 是您报到警了 请问怎么称呼 中安大队 警处 中 中安大队 是你刘叔叔让我来的 别想逃 真够快的 居然有两个小时就找到杨宾宾 下车 走 跟我解释清楚 好 给 这个呢 对了 怎么是你啊 我是来找你的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在你家的抽屉里 发现了玩具收据 你去我家里了 都是买给学恋型儿童的 艺术玩具 在你家玩具店的附近 就是这家福利院 听刘大他们说 这是你从小待的地方 所以很显然你过一段时间 就会过来看小朋友 但是你并没有告诉刘大 关你什么事 今天是周末 你别又想拉我回学校 我不是拉你回学校 而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带你回公安局 我不去呢 你必须去 刘大 我来了 好 你可别说 你是专程来看我笑话的吧 看我被关在这儿 你就开心了 这不理人啊 是吗 如果不想一直待在这儿的话 就好好配合 刚刚该说的我都说过了 我知道你去哪儿了 之所以没被监控拍到 是因为那里正在翻修 那我怎么样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身上就有淡淡的消毒水杯 那是洗衣液了啊 洗衣液不含有绿和任何表白身份 衣脸有褪色的现象 说明是你的头发沾有绿的水 滴到了衣脸上 绿对棉织品是有氧化的作用 所以才会褪色 绿加上消毒水 就是用你吃的味道 我是去了泳池 我是去了泳池 那我怎么样 那就麻烦你仔细回忆一下 今天早上我都干了些什么 回忆这些有什么用啊 有没有用 就看你能回忆多少 你就两个E2 今天镜外温度二十七度 空气湿度百分之七十三 我跟晚上一样 背着书包 去了隔壁小区的游泳池 那你见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 真不够意思 你怎么这么不长面呢你 喝多了 我跟你说啊 你这样真的不是我说你 你这样行不行啊 哥 翻墙箭的 好 那你提供了非常明确的 不在场证明了 什么 你家附近游泳池的水泥 应该是龟三原水泥 这种水泥凝捕的时间 是在八小时左右 我在墙上发现一个 大约两毫米深的脚印 鞋码应该是三十六码 根据现在的天气 和水泥的质感我可以推断 你采上水泥的时间 应该是在水泥 最终营固的半小时 也就是五点二十分 右脚 右脚 这个血印 就是杨绵绵的不在场证明 这个时间段 正好与小夕的死亡时间契合 我都说了 绵绵不可能杀人的 靖队 你让我找到瓦工 我找到了 她说她在五点四十分左右 看到一个女孩 离开过游泳池 她确认 那个女孩就是杨绵绵 太好了 绵绵没事了 绵绵连我们怎么都骗 不管怎么说 只要绵绵没有嫌疑就好了 谢谢啊 什么啊 谢谢啊 说清楚 谢谢啊 我还以为审讯了一天 话都不会说了 这次送我欠你一个人情 下次有机会 还给你 我正好有时候找你帮忙 不用下一次 现在就把人情快了 说 我要知道范卫的信息 就这个 所有的信息越详细越好 你跟范卫是在小麦不认识的 她去年十月份在学校后门开的小麦不 要不是她能印资料最便宜 我才不敢打理她呢 这人脾气古怪的很 话也不多 小麦不一般是二十四小时营业 但是每周六上午 她会订点歇业 下午回来的时候 她心情会好很多 话也会变多 那她去那儿干什么了 这我怎么知道 不过她这半年来 总共买了三件新衣服 每次都是周六上午的时候穿出去 我猜她一定是去惠情人了 因为她每次回来 身上都会有一股香味 一股女生用的洗发水的味道 准确来说 是薰衣草味的洗发水 我还想知道更多的细节 关于那个女人 没有了 我还约了朋友开黑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还约了朋友开黑 我先走了 像一台永远不停息 超速运转的机器 不总是晕血 耳鸣 心机 多数时候只能带着耳机隔绝干扰 但效果并不好 以前有哥哥陪着我 但是他死了 而小杰可能就是害死他的人 你在干吗 我没什么 里面太闷了 我洗把脸 没想到面谈进队 还会照顾人啊 你怎么了 要不然你去医院 不用 我包里有耳机 你帮我拿一下 我给你帮我拿起来 你帮我拿起来 我给你帮 arrang 我把我帮你帮你帮我把你帮你帮我差点定 碰碰 谢谢啊 你在干什么 谁叫你老欺负我 我只能拿你影子下去了 你就送我到这儿吧 我自己撑了就可以了 以后低血糖的时候吃 你到底给不给 别再装晕了 你管得着吗 管得着 从今以后你归我管 什么意思啊 这是送志的安排 从今天开始 只要学校通知过你逃课 我都会第一时间抓到你 我只能帮你 警隊 老师给你打电话 不到十分钟就来了 没意思 闹失踪就有意思了 姚绵绵同学 你这是在浪费警方的时间 如果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我把半年内 我能记得的小卖部 比较熟悉的人的外貌特征 都写下来了 给你 半年 这么详细 你可以说谢谢 谢谢 怎么样啊 我现在还是在浪费 警察的时间吗 我可是把我能想到的 全写下来了 你们可千万不要辜负 我的良苦用心啊 对了 范卫的案子 进展得怎么样了 你好像 格外关注这个案件 我只是想做个 提供情报的好学生 如果想提供情报的话 你大可以把这个给留大 而不是再一次闹失踪 把我给找了 你宁可建议 你宁可建议 一个并不招你待见的我 也不愿意见刘达 说明你格外关注范卫的案子 而且希望快点得到结果 同时 并不希望刘达他们之外 杨绵绵同学 你现在已经不是嫌疑人了 你为什么还这么 关注这件案子 你想从我这儿得知些什么 烦死了 管那么多干吗 我 哥哥 我想回家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们不能在一起 很危险 这样会被坏人抓住的 是实验室的人吗 答应我 不要再和任何人 关注实验室的事情了 忘记之前发生的所有事 好吗 哥哥 我一个人在这里害怕 等我以后长大了 有能力保护你了 好 我就帮你接走 哥哥 你又要走了 对啊 哥哥要走了 不过下周就是绵绵生日了 到时候 哥哥一定会回来陪绵绵过生日的 所以我们过不了几天 就又能见面了 那哥哥记得一定要来哦 放心 绵绵 绵绵的生日 哥哥怎么会错过呢 本事突发一起大学生坠楼案件 死者为南兴大学医学院 再度学生杨某 你放开我 绵绵 绵绵 绵绵你冷静点啊 别说说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当我身体承受不住的时候 我只能在这里躲到安静 温柔 包容 像哥哥还在我身边一样 你疯了 你怎么过来了 我要不救你就死了 知道吗 跟你有关系吗 本来一个人好好在水底下 清醒一下脑子 结果又被你打扰了 你走啊 好 你还真走啊 你扶我一下 好点了吗 本来也没事 是吗 那为什么突然跳进水里 是不是跟案发的早上一样 是因为同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来了游泳池 每天不管我走到哪里 我想听到的不想听到的声音 都会闯进我的耳朵里 遇到人多的地方 还昏着奇怪的味道 让我根本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 我怕我身边的人 都觉得我是怪物 正好 我还嫌他们烦 生活为什么这么烦呢 所以经常逃课 范围死后更是如此 每天关于他的信息 还有那些奇怪的东西 都围绕在我身边 我真的很害怕 你跟范围什么关系 我跟汤 也算认识吧 他出了事 我也想帮点忙 早点抓到凶手 就这么简单 不过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刘叔叔 省得他又要说 我不好学习了 他一念到我我就偷他 我现场 空的东西 你怎么回来 啊 我 méd了